客户的类型是一个关键性的驱动因素,但是当你在考虑商业模式的时候没有必要第一时间去考虑,最终对于很多公司来说这是唯一需要改变的地方。 马克,MPD专注于改善中小型企业的商业模式,为什么这个方面对中小型企业来说如此重要呢? 好的,首先,我们公司是负责设计商业模式的,多数情况都是和中小型企业合作。 中小型企业是一个特殊的环境,正常来说我们认为,当你观察那些年收入少于1500万到2000万美元的公司,商业模式非常的简单,激情就是企业的文化,并且通常来说和家族企业有关,商业模式更像是一个会计在审查相关的产品的生产能力。 对于中型企业来说的话,这则更加的有意思,因为在不同的业务当中总是拥有着不一样的商业模式,在拥有很多业务的同时,就等于拥有了多样化的产品线。 所以说需要确定的就是,该公司在处理一些交叉业务的时候的协作能力。 而这些都是需要被进行分析的,包括公司的组织状况是否良好,业务能否获得强劲的增长,这些都和执行力有关。 实际上取决于公司的商业模式中的流程执行力的好坏,所以这些流程决定了公司增长的能力。 那么你认为中小型企业成功的关键因素是什么呢? 我们看到很多公司,特别是中小型公司,尤其是在今年,我们观察了很多的公司,其中大多数位于工业和科技、媒体和电信领域的公司。 对于这些公司来说,关键的驱动因素是他们让公司顺利运转的能力。 所以,就像我之前说到的流程,这里的过程和能力有着直接的关系,需要克服简单的工业流程。 例如说,当你和一位企业家讨论流程,他会告诉你所经历的各项流程,因为是他建立了不同的业务板块,然后将它们融合到了一起。 事实上,这很容易受到企业文化感染,所以执行过程中也同样会受到感染。 我们所说的流程,也可以是有多种选择的。 公司所有的部门都会拥有良好的组织性,这并不意味着公司需要过于死板。 重点不在这里,重点在于公司的组件必须要是可持续的。 确定你可以应对人员的变化,因为这是非常有可能发生的。 就长期而言,作为一家公司,你需要拥有的是持续性,并且能够提供稳定性,以及运营和金融方面的持续性,对于公司来说同样非常地重要。 顺便提一下,公司的核心价值也是关键因素。 当你进入到市场之后,需要创造起自身的价值。 而当公司运营越稳定,自然就会有更高的价值。 关于公司规模,如果公司发展到了更大的规模,意味着需要改变商业模式吗?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。 通常来说,并不需要改变商业模式,取决于我们关注的是怎样的公司。 例如说,如果我们来关注的是初创公司,初创公司很多都属于科技类, 有的时候他们需要很快地转变商业模式,这属于初创公司,科技类初创公司的特性。 而当你关注的是工业,或者是以消费者为目标的大一点的公司, 这些公司规模要大一些,他们并不一定需要改变商业模式。 有一个很好的例子,在意大利,有这样的一家公司,我们也正在尝试收购这家公司。 他们是位于公共事业领域的公司,十分的稳定,年收入在5000万到1亿美元之间,收入跨度很大。 这是因为在3到4年前,收入从大致1亿美元下跌到了5000万。 重点是,即使是这样的规模,商业模式也是可以相对简单的,公司的结构也可以很简单。 而我们更需要关注的问题是包括商业信用的建立,以及吸引特定客户的能力。 不同的类型的公司都有着自己的特定的客户群。 客户的类型是一个关键性驱动因素,但是当你在考虑商业模式的时候,没有必要第一时间去考虑。 最终对于很多的公司来说,这是唯一需要改变的地方。 好的,再一次感谢您来到我们的演播室带来精彩见解,不客气,这是我的荣幸。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,请持续关注杜高斯贝电视,我们将为您带来更多精彩内容,再见。